由反美什叶派穆斯林教士 萨德尔领导的伊拉克政治派别 要求解散伊拉克议会 提前举行选举 此举可能导致伊拉克 日趋严重的教派危机升级 萨德尔分子星期一说 只有举行新的选举 才能解决伊拉克日益严峻的政治问题 因为目前的政府无法解决 可能让伊拉克发生分裂的问题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以涉嫌组织暗杀队为由 下令逮捕逊尼派穆斯林副总统 哈希米之后 伊拉克的局势就日趋紧张 哈希米否认对他的指控 并逃到伊拉克北部的 库尔德族自治地区躲避拘留 马利基还要求伊拉克议会 解除逊尼派穆斯林的 副总理穆拉克的职务 在这场政治危机来临的同时 涉嫌与基地组织 有牵连的逊尼派极端分子 在首都巴格达 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 一名自杀炸弹杀手 在伊拉克内政部外面 引爆了汽车炸弹 炸死7人 炸伤30多人 有关官员说 死者中有5名警察